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是不太好办哪 局所亲自过问了这件事 这个 我一个人实在是做不了主啊 那能见他一面吗 他是共党的嫌疑人 不是说见就能见他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等 处长 有件事 我应该向您报告一下 段天龙的舅舅 八十四师的师长 为了这件事情 今天下午特地来到了重庆 您看 能不能让他们见一面 要不 我们电信处很为难 孟科长 你这是在为难我呀 不敢不敢 我这是在向处长请示呢 宋市长说了 只要能放人 他能答应所有的条件 不用请示 这是原则问题 我们都不能违反 对不对 安逸峰 不让见人 而且态度很坚决 好 不让见人好 这下八十四师 算是和行动处的梁子结下了 您是想坐山观虎斗 那天天龙被抓起来的时候 我心里还真有点着急 万一天龙是共产党 代局长一定把这笔账 算在我头上 现在就放心了 安逸峰不让见人 这说明什么 宋市长 少安无躁 坐坐坐坐 他娘的行动处居然 不让老子见我外甥 老子在前方浴血奋战 想见我外甥都不成 这帮混蛋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先别急 别急呀 本部电文 签字 先放那边 行动处那帮人就是不将力 你看我们处多民主啊 我们多团结啊 我对手下不分彼此 是不是宫稍强 比美国还民主 甭管什么宫啊 磨的 你赶紧给我想办法 我怎么能见着天龙 怎么说话呢你 会说人话吗 长官在说话插什么嘴 出去 我才懒得管呢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你长得像只猪也就算了 何必要当一只猪呢 你 师长别生气 有话慢慢说 这么英雄的人物啊 让国防部的人来看一看 算了算了 宋市长也是心里着急嘛 国防部 打吧 让国防部的人来看看 常德会战 老子领着一个团 被日本鬼子两个联队 围了五天五夜 我们要后退半步 你怎么不打电话 我亲手砍掉了日本联队长的头 怎么不打电话呀 让国防部的人来看看 是国防部的人给我打电话了 不然 你活不到今天 我在前面领着弟兄们厮杀 关你臭娘们皮帅 你的部队只剩下文庙 和中央银行两个突破据点 根本短时间内 无法突破日军防线 日军原疆方向防守松懈 命令你部迅速乘船 向原疆方向突围 这是国防部的命令 你怎么知道 是这样啊 当时国防部请龚少校去 帮助破译日本电报 使龚少校发现了 日军战略情报上的漏洞 建议国防部 令守城部队 向原疆方向突围的 那个部队就是你的部队啊 公小姐 宋某有眼不识泰山 刚才杜有得罪 这个代表 我找死去的活着的兄弟 敬命 宋市长客气了 我只是完成任务 你太客气了 我宋某虽是个粗人 但懂得知人图报 我心甘为敬 好 好 来来来来 咱们吃菜吃菜 好 适陪一下 行动处不放人 态度很坚决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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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座 今天孟昭阳来找过我了 说段天龙的舅舅 要以化血本熟人 我以局作的名义 把它挡了回去 可这挡得了一时 挡不了一世啊 你呀 有时候 就是太较劲 一个吊在下水道里的破扣子 说不定是赵楠自己吊的 赵楠是不可能自杀的 那所里头有秀 而且是刚生的秀 可他是罪人 局作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这个我也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 抓住共产党的卧底 你知道吗 启明星就像跟钢针一样 他一直扎在我的心上 共党这根针还没有拔掉 现在又多了段天龙 这根烫手的针 你愿意针灸 我可不愿意跟你拔火罐 好好想想 下一步该怎么办 知道 什么叫死无对证吗 这根烫手的针 让人重新做一份审讯笔录 写清楚段天龙 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卧底 再派人去中美技术合作所 配置一份无色无味的毒药 这种药能让人死于心肌梗塞 明天用在段天龙身上 就说他在审讯中意外死亡 姐 有什么烦心事啊 都春一上午烟了 没事 我劲儿 我劲儿引大 谁都没我烦 现在刘明远见了我呀 看都不看一眼 弄得我跟个女鬼似的 她走的是仕途 有的是顾虑 男人在床上说的那些话 都跟放屁一样 鸳鸯细水 全淹死 毕与双飞 都摔死 那也不是绝对的 比如你跟孟科长 我出去一下 你是什么人 安处长 别紧张 下车 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师座 安处长带来了 把他请进来 是 请安处长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是绑架知道吗 知道后果吗 安处长 你们军统局电讯处易电科的段天龙 是我的亲外甥 你们凭什么说他是共产党 如果他是共产党 那我也是 麻烦你打个电话 让他们把人放了 这两样东西你认识吗 宋市长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放人 我每隔一小时 从你身上割一块肉 我看你能有多少肉让我割 如果你放了它 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 给脸不要脸 来人 在 在 把他捆了 是 宋市长 你我同位党国效劳 我这扛的也是金牌子 开开玩笑可以 但不要过活儿 不要以为你们军统局仗着带老板 就可以一手整天了 老子也是天子门生 大不了先把你们办了 然后把官司打到校长那儿去 我打电话 手脚麻利点 是 是 潘处长 安处长出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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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呢 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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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干的 宋市长 这事是个误会 误会 来人 把他们全给我带回去 一会儿我让你知道什么是误会 干什么 缓了你 再动一下我就把他脑子削开 把钱放下 你们先把钱放下 我命令你们把钱放下 我命令你把安主长先放过来 我命令你把钱放下 你拿下来 你把钱放下 我命令你够下着 你把钱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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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把钱放下 那公子 好 都把枪放下 举座 昌德会战 你的兄弟们都是好样的 你带兵突围 你是英雄 举座 两年前北平一别 甚是想念 没想到今天 在这儿见到你 回去以后 一定替我 本副长官好 是 镇山一定把举座的问候带到 这可是你外伤 这小子我见过 这样吧 你把人带回去 居总 今天我就是要跟行动术 讨个说法 凭什么我外伤好好的 你绑架阿易丰的事 举座都不会追究了 算了 咱们走 宋使长 是不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你可以冲我来呀 我们俩可以作为男人 一对一的好好较量一下 还反了你了 住手 都是国军将领 党国精英 成何体统 是 赶紧走 帮人抬走 柳处长 处长 这是我们师长得一点心意 这这就不用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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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 慢走 二位 不成敬意啊 我们市长说了 感谢孟科长 给我们出的锦囊妙计 并且 随时欢迎 二位来我们八十四十做客 好 好 告辞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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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被绑架 副处长要和人家打架 副处长要和人家打架 电讯处的同僚又被打成重伤 你们可真给我掌脸呢 这情况很复杂 这情况很复杂 局面很混乱 容我啊 向您解释 解释个屁 我看你们是不想在军党混乱 真没想到处理上上下下公认的厚殿 当人居然能想出一个以毒攻毒的狠招来 我也是被他们逼的 你注意到没有 戴笠的脸色很难看 我估计潘舅阳这次也该死心了 就算他不死心 我还留着一手 你就尽管放心吧 还留着一手 什么呀 天机不可泄露 同志啊 怎么处理这些金条啊 上缴组织 全部 对 缴了就能入党了 入党不是交易 以你现在的表现来说 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 让你从预备党员做起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而不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 为人民负责 为党的领导机关负责 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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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和尚念经似的 我脚 我兜脚 我脚尖条不杀 你看你又不耐烦了 你要熟悉党的纲领 这样才能向党组织靠路 你别动 怎么了 是不是心伤了 伤哪儿了 哪儿 哪儿都伤了 那 你别动 你一动就更疼了 别动啊 就这样 我们 不能老这样吧 向你靠拢 向总之靠拢 我说的靠拢 是思想上的 不是身体上的 是你自己扑上来 撞到我的 我是怕 怕什么 你说出来啊 你就是怕我撞伤了 你看着我 你带我走吧 带你走 我们随便去哪儿 带着这些金条 离开重庆 我们在地球上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让共产党和国民党 都找不到我们 我们幸福地度过余生 你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我不想把自己有限的生命 浪费在政治的明争暗斗当中 我是一个女人 我需要被人爱 你也一样 我们需要新的生活 需要阳光 需要爱 我们的目标 不是过两个人的幸福生活 而是要让全中国的人 都能过上你所说的幸福生活 如果照你刚才说的那样 那你太自私了 自私有错吗 你认为凭我们两个人 就能让全中国的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也太天真了 正是有千万个 像我这样的同志 中国人民才会有过上 幸福生活的希望 如果我像你说的那样 把同志 组织 任务 都抛到一边 自己找一个世外桃源 去躲清闲 那我下半辈子 就过不踏实 因为我违背了自己的信仰 信仰是每个人 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但永远骗不了自己的信仰 你有你的信仰 我有我的信仰 只要有可能 我就要感化你 我要告诉你未来的世界 是一个新的世界 我知道了 我还想感化你 是我太天真了 从三二年我进特无处到现在 头一次看见举座发这么大的火 这都是拜你所赐啊 我的潘复处长 初作 局作的脾气您还不了解吗 他是把您当作心腹 自己人 所以才骂您的 要是换作别人 连挨骂的资格都没有 这个世界 赢家通吃 输者是一无所有 永远都是以成败类英雄 我比不得你这么大岁数了 输不起喽 放心吧 今天您丢的脸 我会帮您找回来的 面子丢了就不要了 只是 你别再给我撕下块肉来 就行喽 不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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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是刘明远吗 要不是她 举座怎么会到现场 内讧啊 这是国情 也是实情 刘明远主要是针对我 你天天到他们电讯处东搜西搜 她能愿意吗 办什么事情 都要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 包括忠诚 我认为对忠诚的思考只有一种 将就点方式方法 慢慢来 九阳啊 这工作是干不完的 报告 进 小夕啊 来来来 坐 还给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少将处长 我是中卫科员 不能失了礼节 小夕啊 你这样让我很尴尬 没什么尴尬的 想起以前的事 不是让我更尴尬 小夕啊 我知道 你对我有怨气 没有怨气 只是有点后悔 当看到您太座的时候 我就更后悔了 人在官场 身不由己 有时候 我真想做一个平民百姓 去其哪切 我知道 你怨我 是因为你没有完全了解我 算了吧 我 没有机会了解 也不想了解 处作大人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嘛 你 不是和那个罗老板好上了 与您无关 隐心出了问题 看来我们只能靠走了 怎么走啊 要不你背我吧 走不动再说吧 我现在就走不动了 这里离城里大约有三十里 我相信你没问题的 我有问题 我问题大了 真的不行 相信你可以的 知道长征吧 三五年 八路军前辈功能红军 从湖南江西 一路走到陕北 两万五千里呢 走啊 近一点啊 好嘞 对 往那边放一点 韩小姐 罗先生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 搬家呀 是啊 我给你办公室打电话 我以为你病了 就过来看看 谢谢你啊罗先生 我没什么事 我现在这边 太乱了 韩小姐 这箱子里面的东西 您还要吗 等一下 罗先生 那我先接着去忙货了 好 你去忙吧 好 来了 你慢点 你等等我 撑不住了 我真的走不动了 我们才走了半个小时 你渴不渴啊 你渴了吧 这都什么人啊 谁干的 是刀杀 不是枪杀 这是你们的人干的 你们的人都爱用刀啊 把他搬走 是 中奖了 来 给我吧 你就别动了 今天晚上 我请你吃饭吧 怎么 我要是天天帮你干活 你能天天请我吃饭吗 行啊 不过 只能吃肥肠面 这个放哪儿 放在那里吧 好 韩小姐 哪天 我做饭给你吃吧 你这么一个老板 还会做饭呢 你别小看我啊 我小时候就会自己做饭了 小时候家里面穷 所以上学的时候 我一直是自己做饭的 哎 上次总务处举办的那个酒会 张科长说是你初见办的 是啊 一点小钱不算什么 你和我们军统的人很熟吗 还可以吧 你看 你们军统的一些长官 比较喜欢古董嘛 我又是做这行的 所以买卖嘛 一来而去就很熟了 那你可要离行动处的人远一点 为什么 因为行动处的人 上次怀疑我的一个同事是共产党 然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连证据都没有 就把人打得半死 还好我那个同事的舅舅 有一点权利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是啊 军统行动初的这帮人 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 这你也听说了 跟他们 多少有一些来往吧 所以一些情况 总会灌到我的耳朵里 你 不会是军统的吧 你要是军统的人 你可别害我 我从小父母死得早 也没有有权利的舅舅 你看我像军统的吗 军统的人会给你搬家吗 这以前交朋友吧 就要先问 你是不是罕奸 现在呢就要问 你是不是军统的 这什么时候 才能不打仗呢 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战争 有战争 就一定会有仇恨 你应该还爱我 谢谢你 你看我 那些事 看到你 我没想到 你 你干吗 你干吗 你睡着了 不扶着你 你就掉地上了 掉就掉呗 反正你也不在乎 孟科长 哦 潘副船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远 推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